让经济价值在引领中共荣 守护人类命运 共济未来 助推先导产业 驱动新生 2021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 敬请期待 传播公益文化 汇集爱心 传递善心 传承初心 第七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 期待您的参与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找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我是李婷 市场今天是直跌反弹 创业版和科创五菱指数涨幅居前 户指在上证五菱的带动之下 是成功翻红 但是两次的成交缩量明显 市场缩量开启反弹 向上还有空间吗 白酒 新能源车 光伏等板块回暖 反弹的行情应该如何来操作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谈古论经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古论经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编联系您 好了 接着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天宇 今天这个市场 确实出现了一个缩量的反弹 尤其像创业版 科创版 反弹的一个力度还挺大的 但毫无疑问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缩量的一个反弹 那么缩量的一个反弹 在这个位置 能不能说它已经止跌了 能不能继续走强 我想我们很多投资非常关注 尤其是关注它 有没有止跌 对不对 从走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止跌的意味很浓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待会我们在明日抢先报当中 会把K线的这种形态 尤其是像运出县 这个深圳的三次到达这个位置附近 它的一个技术特点 跟大家说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 那么这是一点 第二个呢 今天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数量反弹 数量这个东西好像有点讨厌 那确实今天那个成交量呢 跟昨天相比 昨天已经是万亿之内 今天只有九千亿 九千亿甚至还不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成交量 那市场这个已经看过一万五千亿了 现在回过头来九千多亿 九千亿还不到 那这样你说 怎么能够放心的把资金推进去呢 确实 今天这个成交量呢 至少看起来是一块心病 但回过头来讲呢 今天有一个因素 大家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今天和明天 这两天都是因为重阳节吧 这两天呢是断流的 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 但尽管这个北向资金断流 对市场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 就不要忘了 今天没有北向资金照样出现反弹 说明什么 说明前两天跌得深了 既然跌得深了自然反弹就会来 那现在就看你反弹到什么位置 反弹的过分高的话 那我相信下方现在买入的变成获利盘以后 那可能到时候又会还给你市场 那到时候拖得住拖不住就有问题了 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今天市场从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 有一点中午的时候就跟有些投资 在做交流的时候就提到了 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 为什么啊 你看啊 整车概念什么时候起来的 昨天就起来了 今天的继续起来 继续起来还不算 它上午一开盘直接就往上拉 结果带动了整个啊 汽车的一个产业链都动了 包括这个可能看起来还打不着的 像这个自动驾驶 那么包括新能源锂电池啊等等 这些都都一起动 那这样能够发散开来一起动呢 是前些天我们没有看到过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现象 这是一 第二个我们最近这两天谈到一个隐忧 对于三季度的一个季报 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隐忧 尤其是生产企业受到电力的一个影响 那我想三季度有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但今天呢 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白酒带头的一批消费类的 包括乳液调味品啊 甚至像餐饮啊 这个包括像旅游酒店啊 这些今天都是一起动了 那你说这个跟电力的一个紧张啊 这个局面啊是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今天到了这个程度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都动起来 说明市场呢 开始寻找啊一些方向 市场在积极寻找方向的时候 那就是市场比较稳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说明市场当中还是啊 有一批资金在寻找一些能够涨起来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是值得欣慰的 当然这两天呢 还有一部分我们也不得不说啊 那就是什么呢 北交所就现在还是叫新三板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认购 那么他的一个资金去认购新股呢 今天开始要回来了 今天已经回来一批 明天还会回来一批 但现在呢 因为他的一个这个摇新股的一个中奖比例还不知道啊 还要明天中奖的一个比例才知道 那么知道了以后呢 才会知道啊这个锁定了多少资金 那相信了这部分资金回来呢 可能啊至少有一部分会回补到这个市场当中去 那回补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就是好事嘛 市场就会有一部分个股就会有了资金的一个滋润以后啊 就会欣欣向荣涨起来啊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情景呢 明天还能够看到 因为明天还有部分资金会回来 那么刚才提到了一个北向资金的一个缺失 那没办法啊 那么今天的北向资金这一块 包括南向资金 我们也就不谈了 我们直接呢 跟大家聊聊市场的一个风格啊 那市场风格呢 最近呢 我们一段时间呢 一直把小盘股和大盘股叠加在一块来跟大家做分享啊 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到这里为止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股和小盘股啊 是叠合的非常的紧密 但是到了10点不到一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9点50分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小盘股继续往下跌 但是大盘股不愿意跌了 开始拉开距离 直到中午的时候呢 大盘股和小盘股其实是一起发力 但比较明显的是呢 今天啊 是大盘股啊 两个低点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一个低点啊 这里一个低点明显高了以后啊 一波拉升就起来了 其实今天奠定上涨的一个基础啊 市场仅仅也就是一个小时 十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啊 甚至一个小时也不一定到啊 就这段时间就奠定了今天上涨的一个基础 之后就是横盘啊 无论大小盘都横盘 这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当中啊 尽管有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 但是抛盘并不多啊 无论是大盘还是小盘 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上涨前列的有哪些啊 有烟标HIT电池网约车 PVDF概念 整车概念啊 是涨幅在4.55%以上 再看一下下跌前列的有哪些 开采辅助煤炭啊 石油还有种业啊 甲醇概念油气勘炭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上涨和下跌啊 是对应的啊 你这边涨4%几的话 那边哎 跌4%几啊 那资金呢 从这边流出啊 流到上涨的一个板块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权重股的一个情况啊 客装版前列的权重股啊 只有两家下跌啊 金山办公呢 跌幅达到3% 其余的都是上涨 而上涨超过3%的 有5家啊 你看大全能源 天和光能 这两家都是跟太阳能相关的啊 那么还有华西生物啊 这个华伦威啊 以及格克威啊 涨幅呢 都是超过3% 客装版是如此 那么创业版呢 哇 创业版今天全红啊 前色大是全红 涨幅超过3%的啊 不多 有4家 宁德时代啊 超级权重股啊 对于创业版来说啊 卖类医疗 还有阳光电源 以及异为理能啊 涨幅都是超过3%的 那咱们再来看看 昨天好像这两天全红过的啊 主板市场的一个情况啊 主板市场呢 今天只有一头一尾啊 这个贵州茅台 以及长城汽车市上涨 其余都是下跌 甚至呢 第十位呢 换了组了啊 对原来这里不是长城汽车 是中国市换 今天呢 中国市换一跌 长城汽车一涨的 两个人换了一个位啊 中国石油呢 今天啊 在跌破榜上呢 也是看得到啊 它的一个身影 那么还有深圳的一个主板啊 还不错啊 有六家涨啊 这个三家下跌啊 另外一家呢 是平盘 上涨的六家当中呢 有四家 涨幅超过3%的 武良业 比亚迪 卢州老教 还有一瓶也是酒啊 杨和股份 是涨幅啊 是超过3%的 那么这是 今天旁边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要请出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徐始龙啊 另外一位是张瑞泽啊 两位好啊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出现了一个 缩量的一个反弹 做多 这个能量啊 这个位置还有余力吗 换句话说 还能往上推吗 我们来听听两位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请出徐始龙 来有请 就大发指数而言呢 我觉得底部区域差不多到了 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呢 这个我发现整个一个市场啊 像消费股这边开始一个转换 最近这段时间是探底回升 那么整个一个机构资金呢 开始向价值投资这边偏移了 所以风格会发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这是徐始龙的一个看法 听起来话里有话啊 说指数呢 在这位置差不多了 但是好像看好的板块并不多啊 那待会儿我们听他详细跟我聊一聊啊 那张瑞泽对这问题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短期可能偏震荡点吧 震荡多一点吧 不会有什么方向性吧 但等那个三级报过后 或者等一些关键的数据出现之后 我觉得上阵五零可能会迎来反转吧 要等一个关键的数据可能 看完关键数字数据 你觉得会有反转 对对对 指的是上阵五零 其他的呢 其他的我觉得涨幅过大那些 应该可能是蛮小的 是这样子啊 看来也是局部的一个行情 对于权重股呢 你的寄希望也很大啊 对那两位呢 是对市场有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法吧 待会儿我们要听他们详细聊一聊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一些嘉宾在有看头 加上的一些观点啊 首先第一章呢 是白颖杰啊 在昨天就给出了观点 情绪呢 冰点 市场呢 见到了低点 手的花开 依美强势 那老员呢 在今天早晨八点半的时候呢 还是提出一个观点啊 就是关注啊 北这个北交所的啊 申购资金 回流以后的一个反弹机会 那么这个观点呢 我们在昨天的开场白当中 已经跟大家有过交流 广民的意见呢 是认为短线大盘呢 或向上回补 3586点的跳空缺口啊 应该这个缺口呢 也就是昨天还是前 昨天的啊 这个跳空往下的一个缺口 那么还有定伟民认为呢 市场有震荡 继续做买入动作啊 反弹行情呢 值得期待啊 那么我想待会呢 我们有时间的话呢 还会请出广民和白颖杰啊 做一个电话连线 来进一步了解 他们的一个看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送出一个福利 第一财经有看投家 年度投资峰会来了 带您前瞻2022 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 展望2022资本市场的新趋势 由首席策略师 四目冠军 基金经理等11位大咖 面对面为您解读 资本市场的热点政策 黄金赛道分析 投资机会预测 现场呢 还将赠送价值688 精品的课程 以及配套工具 立即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报名峰会 把握财富的密码 好了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 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 来跟我们好好聊聊 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我们先请出徐树 来有请 对于大盘指数呢 我觉得这里应该走一个横向震荡了 因为基本这个底部是探明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增指数这张图 我从三个角度上来阐述我自己这样的观点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成交量 有人说这个今天成交又开始缩量了 但其实因为今天是没有北向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成交量 把北向这一块全部去掉的话 其实今天是放量的 因为今天的成交量跟昨天差不了多少 但是没有北向 北向大概一天在1000亿到1200亿左右 所以今天是一个放量的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上增指数今天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反弹 当那是反抽还是反弹 我们后面继续来看 那么从这个均线系统看呢 这一波打到了目前的半年线已经是第二次打了 从K线形态上看三个下影线 已经连续三次下影线 这里基本上这里可以形成一个W底 或者说三重底 那么从筹码图上来看呢 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甲板行情的 下方3500点这边有一个强的一个支撑 上方的3600点也有一个强的一个压力 那么如果说继着横着走的话 那么过一段时间我们会看到上面的一个压力位呢 就慢慢开始移下来 那么两个缝就变成一个缝 这个时候再跟阳线拉起来 那么这一波第四季的反弹行情呢 基本上就这样形成了 那么这是从这个技术指标 去我来讲述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从北向资金的最近十个交易率 他们这个流露的一个方向上来看呢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因为这个图呢 我每次来都会谈 但是这次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大格局的一个变化 以前十个板块里面基本上有七个都是在高位的 而这次过来以后我们发现只有三个是在高位 三个高位的一个是食品饮料 酿酒 一个是农牧 因为这三个板块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 已经有过很很强的一波上涨 这里只是一个半年的一个调整以后呢 这是来第二波那么剩下的七个板块全部都是三年的中低位的一个位置 低位就一个是石油行业三年的低位横盘 其他的是中位 那么剩下的我们前期一直看到的比较热门的这个三年高位的个股呢 现在是一个都不在了那说明整个资金在第四季度发生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迁移啊这个就是资金已经开始关注到什么 中低位这个方面的板块而这些板块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带着一定的一个指数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大盘指数在这里就跌不下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除了这以外呢 我觉得上次来的时候也通过六张图说过一些个意思 我们这次再来仔细的剖析一下 我们看到我把它变成六个一个系的一个指数图 也就是上面是呼声300上面是中正500和这个创业板 如果把大盘比作三个球的话那现在目前整个一个市场就像一个杂鸡演员 我们以前杂鸡演员对这个三个球呢是一起抛起来一起往下接住 那么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三个球在杂鸡演员手里呢是轮着转 那么其中最后里面有一个球是红色的这红色呢就是呼声300 呼声300因为跟目前我们的这个大盘指数是可以对标的 因为相似度达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十 那么今年我认为可能会发生第三次一个切换 在今年第一波就第一季度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到这个创业板有过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上涨 然后呢开始出现了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整整调整了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12周到13周 那么右边的上面是创业板下面的是科创板 那么最近五周的时间这个大家看到都是周线图啊 最近五周基本上它处于一个横盘 那么我们看当中一个上证指数 它其实是五周时间是一个逐步下跌的啊 当然这个下跌的斜率不是很陡 那么至少应该讲创业板和科创板对上上证指数这一块的 它的负面影响是不够的也不足的 那么最大的是什么当中这一块的中正500 中正500连续调整了五周时间 而这个五周我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新的新地会出来 所以中正500是目前对整个大盘指数是最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而300呼声300和上证50这个其实对A股的对大盘指数是一个正相关 它有一个稳定大盘指数不让它继续下跌的一个主要运营 我们看现在目前来看的对比来看的话 510050就是50上证50这个ETF呢目前是走的是最强的 因为它已经突破了下跌压力线 并且连续五周时间是足迹向上走势 那么这个510300后证300呢目前也是突破压力线 但是呢最近我正是一个横向的 所以从这六个图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其实整个一个市场在发生一个变化 前期已经大涨的现在开始出现一个主要的回调 那么前期一直没有跌的现在开始出现一个回升 而这些回升的这些方向基本上都是能够顶得住大盘指数下跌的 因为不是50就是300 而且300更依托于50的这样一个上涨 而现在50又是目前是最强势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 我对整个今年第四季度的一个大盘的指数我并不担忧 不排除说最后三个月10、11、12这三个月里面 很有可能在10月份和10月份大盘可以上冲 包括说不定可以冲到前期这个3700再往上再去冲一把 但这次冲并不代表说都能够赚钱 可能有些前期的特别是中正500的这一块 依旧还不是很赚钱 那赚钱的一块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跟这些指数 权重相关的一些比较稳定的 偏价值投资的那些个股和板块 好 谢谢徐世龙 长期研究北向资金他也悟出了一些道道 那么刚才把近期10天板相应的一些板块 拿出来跟我们做交流的 就很明显发现一个情况就北向资金的一个选择方向 发生了一个变化 回过头来拿了六个指数来说明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北向资金开始选择了新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跟不跟呢 那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以后 那我想我们的投资者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考虑 那到底跟不跟 那只有自己最后来决定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张瑞泽 来听听张瑞泽对盘面你是如何来判断的 来 有请 我认为短期市场还是震荡为主吧 中期上面有要等两个比较关键的数据 这个数据如果出现的话 我认为很有可能四季度 那么具体某一天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标志的阳线 等什么数据呢 我现在目前看到两个数据比较 我认为很多人会看吧 一个是涉容 一个是PPI 这两个是比较关键的数据 我们看张图 这张图其实蛮能说明问题的 就这两个数据 PPI是因为是工业数商品的价格数据 涉容基本上就是跟宽新有关 那这两组数据大概有四种排列 一种是两组数据同时都往上走 一种是两组数据同时都往下走 一种是涉容往上走 PPI往下走 一种是涉容往下走 PPI往上走 大概就是四种数据 这四种数据里面对股票 就对价值 对权重蓝筹最好的那种组合 就是涉容往上走 经济开始变好 但是PPI往下走 通胀开始降低 就是经济在复苏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那么当前是个什么情况呢 当前是一个PPI即将见顶 涉容即将见底的一个情况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就截止到 今天应该是涉容 我是8月份的数据 截止到8月份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在历史上面 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在2005年年中的时候 就是蓝色的框的后半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要见头的时候 就是涉容见底 但PPI见头 2005年年中的时候 一次是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 就涉容要见底 PPI见头 在这个时候 这两次分别对应上阵指数的话 一次是1998点 一次是1664点 就是两次牛市的一个期 你的意思现在也面临一个 波乱状况的大牛市 我认为它可能会使得 上阵50有反转行情 但是不太会有像那种情况 因为那个时候结构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都是结构性的 上阵50能够有反转行情 对 我觉得上阵 互生300应该也有不错的行情 对对对 但是我不认为成长股 包括之前已经涨了那么多的周期股 还会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所以觉得这次应该还是结构性的 结构性的行情 主要是上阵50互生300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说我在等这两个数据 等它 但是可能时间比较久的 因为现在市场上面 大家都预期 因为这段时间 你看虽然数据没有好 数据还是在往 紧刀叉的方向极端走的 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往下走 但是你会发现过了节 就过节之前这段时间 9月份10月份的时间 其实你会看到 这段时间的金融地产 顺这种经济数据走的那些数据 包括消费的 其实已经开始有点 明显的开始往上走的那种感觉了 其实大家说明 大家有这个预期 但是没有重磅数据来证实 所以说我觉得没有 特别大的资金去动 但我觉得随着这个 如果有这个出现的话 我觉得随随地会 有个大阳线来证明这个逻辑 所以我现在只能说 我是愿意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 为什么是一定会是 这些偏价值的都会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 下面这张图是 目前价值成长 就价值比上成长 无论是大盘还是中盘的 它都处于一个历史极值的状态 这个历史极值不光是从 这张图上面看得出来 这张图其实是非常非常 价值非常便宜的状态 就是互相比较 还有个情况就是 这次半年报之后 包括我觉得这次三级报也会 就是很多的公司 它的年报 就你每年的赚钱的利润 可能只有十个亿 几个亿可能 但是它的市值 已经比那些传统的价值股 那种赚上百亿的那种 公司的市值还要高了 说明这些成长类型的公司 它已经是把未来很多年的 业绩给它透支掉了 而之前那些 由于我觉得整个市场风格的问题 大家都喜欢就是一些 趋势性的 所以说我觉得 他们有可能是被低估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这两组 一个是涉容的往下走 准备有反转的迹象 包括这组像价值跟成长的 有反转迹象 其实我认为他们是有共性的 所以现在来看 我还是觉得 上阵50会有比较大的 我还是 我是认为是反转 就是会创性高 但是力度可能 不会像之前那么大 时间也可能不像之前那么久 好 刚才张瑞士 从PPR 以及涉容数据的一个角度 以及当前成长的一个 和价值的一个分化的一个角度 来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关注 PPR 以及涉容数据的一个变化 会不会想着 这个张瑞士 所希望的一个方向转变 那就很重要 好的 接下来 我们也说一个事情 咱们有看头家 炒股大赛 重磅回归 比赛从10月份的 第一个交易日 就已经开始了 报名通道 现在已经开启 点击有看头家 APP首页炒股大赛按钮 即可参加比赛 赢取万元奖金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白颖杰吧 听听白颖杰对行情的一个看法 来 有请白颖杰 今天大盘探底回升 主板30分钟到60分钟 MSV出现底背离反弹信号 日线反弹 我认为3580一线有压力 创业版后期注意3300 依旧是多空的一个风水岭 主板方面 我依旧看好上证武林和护生300 同时在市场表现也强于其他指数 板块方面 今天券商反弹领涨 三季报我认为预期可以值得期待 位置也是相对保持在低位 后期券商板块持续看好 前期关注的一枚板块 短线表现不错 涨幅较大 我认为可以部分兑现 中线持续关注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跟两位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我刚才两位对后市都看得比较好 我们看一下徐世龙 他有一个吻银长虹的一个锦囊 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 他能够抵抑住市场的一个波动 现在还是比较平稳 这近三个月的一个收益 也有15.5% 应该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听听徐世龙结合 他的一个锦囊 来跟我们聊聊 接下来的一个操作思路 来 有请 好的 我这个锦囊 基本上还是符合了 吻银长虹的这样一个特点 一个是收益比较平稳 另外一个胜率比较高 目前是85%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是跟大盘是平行 其实这个平行里面 我解决一个大问题 因为里面其中有一个股 是相当于采雷 有30%到40%这样的涨幅 但是我觉得 如果当时我就把一刀砍下去 可能对投资不是太负责任 所以我采用了其他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用一个盈利抵消一个亏损的方法 用了四个涨停板 其实把一个个股分四次 慢慢的可以消化掉去减亏 但是我用四个涨停板的方式把它弥补回来 所以基本上 尽管说这个个股有30%到40%这样一个下跌 但是还是保持了整个一个锦囊的收益的稳定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我的锦囊依旧是贯彻了 我每次来节目所看好的一个方向 基本上我这个锦囊的方向 其实在三个一个是证券 这个大家都知道每次来我还是看好证券的 另外一个是网络 就是软件服务这一块 还有一个就是最新 我看好的一个食品加工这一块 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慢慢建仓 拨断的一个方式 还是尽量维持我的这样一个特点 稳赢长虹 首先操作上稳定 收益上稳定 另外一个争取慢慢比大盘指数要来的更稳健一点 那么对于目前我新看好的一个方向 这个食品引到这一块 前面我也跟他讲 一个肯定是源于这个第四季度 整个一个机构市场的一个发生一个变化 他对一个目前整个一个第四季度的看好 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开始向这个食品了 因为食品它的一个价格比较稳定 收益比较稳定 那么对整个一个第四季度机构投资者 他肯定是在最第四季度的时候要稳扎稳打 把全年的盈利一定要稳定住 这是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们投向了目前低估值的 而且也没什么负面影响的这些行业和板块 那么整个一个食品引到板块 目前从数据上看9月份的收益是超额的收益 而且整个市场风格开始变化以后 资金开始流向了极具性价比极高的方向 三个方向去选择 一个是优选业绩比较确定性强的 另外一个是优选边际改善显著的 再加上一个是估值比较低的一些行业龙头 那么北厂资金目前这样一个稳步加仓 显然也是看好整个一个消费行业 这个年报业绩的这样一个增长 那么从北厂资金数据来看 我们看到 首先看这个食品行业9月份的一个超额收益 是第一块是速冻食品 第二个是白酒 第三个是调味品 最后一个是漏泪 那么这是我们看好 整个一个市场给它的一个回归估值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么另外 整个一个食品行业 北厂资金在整个近年年底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一个食品饮料 它的一个K线图形是呈现了最近两个月的一个稳步上涨的这样一个态势 而下方的北厂资金的加仓量已经是持续了几乎是9个月的这样一个新高 说明对于北厂资金对整个食品饮料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那么肯定对年报这一块是基于很大的一个希望的 那么对于最近的一个酿酒板块的一个上涨呢 尽管说酿酒板块在最近也是有一个加仓 但是加仓的力度明显没有食品饮料 那么强啊 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最近这段是一个高高的隆起 但是从区上来看依旧还是属于一个不断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 但是因为酿酒板块这一块在大盘指数的近期的波动有很强大一个作用 但是这一块就不是我特别看好的这样一个方向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消费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通信方面的软件啊通信行业啊 为什么呢 我们想吃解决了接下来解决就是什么玩的问题 我们现在玩的最多就是手机啊 不管你现在换不换手机还是你沿用原来那个手机 但是你对网络的要求对网速的要求你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逐步逐步越来越多的呢 包括老龄化也在也开始上网玩游戏的时候 对整个一个5G这一块啊跟5G应用这一块 所以它一定是软件支撑的 所以从北向资金看整个软件服务这个板块 北向资金依旧还是在不遗余力的往里面再去进 那么整个一个软件板块整个一个板块指数 其实它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 但是我相信在不断的北向资金推进的格局之下背景之下 那么最终软件板块一定会有腾飞的这一天 所以我觉得今年第四季度 整个资金都是在向业绩比较稳定靠谱的行业 不会发生很大这个黑天鹅事件的那些板块去靠拢 而消费这一块肯定是机构投资的一个首选 好啊就是消费呢我们刚才也说了 跟9月份三季度的这个市场的一个环境没多大关系 它可能也不会受影响消费的一个数据可能还是比较稳定 那么从现在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似乎也是反映出了这个特点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这是徐世龙带来的包括软件这一块 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请出张略者 来听听张略者在操作方面 既然看好上升50为代表 呼声300为代表的这一部分 那么准备如何进行一个操作呢 基本上这段时间我一直是跟踪这几个行业嘛 金融地产消费类的 跟上升50有直接关系那些 那么今天我还是想说一下消费类的 里面调味品的行业 就跟视频里面差不多 因为上期我说的食品饮料嘛 也是讲这个东西 消费的现在是我是做求证的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像那个方言发展了 有几个逻辑啊 首先调味品行业 最近已经开始有些龙头厂商开始提价了 对 开始提价 提价就意味着毛利率要改善 因为之前整个半年报看到 因为我上期说我们三季报 我就比较乐观 三季报我认为这类调味品 食品行业里面毛利率会见底 它会业绩是最差的时候 在三季报形成出来 四季报开始改善 那我觉得这个越来越明确这个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三季报之后 他们可能会落地之后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现在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了 我说一下为什么它的逻辑 就是下跌逻辑会被那个掉 一个是当然成本 PPI在高位 下来的时候成本会下降 第二个就是趁着 现在正好PPI还在比较高的时候 他说它涨价 逻辑比较通畅 但是未来如果业绩好的话 那其实就是个双击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它的第一个比较好的逻辑 而且我在历史上面发现过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的整个的业绩都不太好 历史上面发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 我们会回到前面我第一张 看了一张图 就是那个PPI跟收入的这样图 这张图也很明显 我翻出就是我从他们的利润增速去看 特地就翻了相关公司的2016年的年报 我就看当时的 指这一块是吧 2016年 对对对 2016年的时候 2016年的年报 台湾上是这样写的 就是说是整个行业不太好 就是整个经济不太紧气 还就是说材料比较贵 也是更新的差不多的 半年报也这样表述的 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当时也就是一个 出现了2016年出现了 PPI在急速上升 有一段时间 一小段时间 PPI在急速上行 但是涉容没有上来 涉容还是慢慢地往下走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这段时间 就这一段时间正好是2016年 这段时间他们就业绩不太好 但是后来涉容上去之后 PPI开始慢慢往下走了之后 2017年的之后 他们的业绩就开始往上走了 逐步往上走了 从股价上面也是表现出来 就是2016年年报出了之后 就开始股价就一路往北走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现象 那现在如果我们拿涉容减去PPI这个数值的话 你会发现这两个数值是几乎差不多的 就涉容减PPI的话 就是一路往下 但是就会反 立刻就会反 就PPI一旦拐点 涉容往上拐点就会反 这是跟这个数据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 三激报落地之后 最差的时间落地之后 他们就可能有这种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从他们以往的业绩来看 现在应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是从宏观上面来看 有一组叫做餐饮的数据 餐饮因为是他们的 明显是他们的下游 餐饮数据 餐饮数据长期来看 都是在正增长的 就是一般不会有太大波动的 又就是刚性的东西 但是今年是因为各种原因 可能是疫情的原因 就是出现了这种波动比较大 到八月 我现在拿了八月份数据 八月份数据是负增长的 负4.5%负增长的 这个是我认为它不会是常态的 它一定会回正 为什么说它一定会回正呢 我们再看下张图 餐饮是摄邻数据当中的一环 摄邻跟摄荣 他们是整体是正相关的 这张图就是他们的 质量的相关性 基本上前后不差一个月的 就摄邻跟摄荣的数据 所以之前我即将预期 PPR会往下走 PPR代表他们上游的成本 摄荣会往上走 摄荣是代表他们的下游的需求 那么我认为 接下来 这是明显跟我之前 第一个逻辑的预计是正相关的 所以我觉得 他们应该会在这件事情落地之后 包括这个整个 红杨数据上升之后 那根标志性的杨数据上升之后 他们应该会起带头作用的 这是我对他的自上而下的一个看法 最后我想说一下 这个行业就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目前估值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 因为之前在16年的时候 他们的平均估值都在30倍左右升级以下的 现在的估值因为这轮之后 都已经到了五六十倍了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估值比较高 你可能还是下不去手 如果在下不去手的一个情况下 你刚才说的那个标志性的阳线出现的话 下不下手 是这样 我是首先会控制仓位 一定会下手 因为我从16年之前有个逻辑 那个时候不是很流行价值投资 现在之后已经开始到什么了 就是大家都明白一件事情 真正的好公司是不会有便宜的价格给你出现的 它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很不错的 所以说买好公司的时候 有合理价格出现就可以动手了 但是我会控制仓位 现在的价格还是合理偏贵一点 希望它能够有调整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好 谢谢张略生 很坦率地告诉你 觉得目前合理是合理 但是还归了一点 最好再低一下 那么这是他对目前调平板块的一个看法 那接下来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自投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有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把握行业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广敏 听听缺广敏对于行情的一个看法 来 有请广敏 今日两市大盘呈现探底回升走势 旁边看酿酒食品汽车等消费类板块涨幅去前 兜器类板块继续拖累股指 技术面看 今日股指回探至昨日低点附近快速拉升 显示护制3520点区间有较强支撑 短期大盘将向上回补3586点跳空缺口 操作上短期关注有色化工板块的超跌反弹机会 好 谢谢广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加来的板块 要请出姚中元 今天市场几乎应该可以说是全线反弹 我说指数 从指数的一个角度来说确实涨得不错 但是也有隐忧成交量是有点缺陷 但盘面板块非常活跃 那我们来听听姚中元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思路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有看头加 行情反弹了 那怎样利用好这样一个反弹 让自己的市值能够快速的上升呢 那今天跟大家重点来讲解一下 这当中的一些技巧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今天市场当中 酿酒板块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板块 全线大涨 而且个股基本上是 全部出现了上涨 那这个当中呢 除了酿酒板块 昨天跟大家简要的交流过之外 本轮酿酒板块的核心启动要点 就是在9月中旬17号的时候 当时我跟节目当中 跟大家去交流过 酿酒板块这一次出现启动的时候 低位资金埋伏好 机构资金当天竟买入了超过约51个亿 那随后在节目当中 也是多次跟大家去交流过 那你现在再回看 酿酒板块这一次 从低点到高点的位置 正好是市场在下跌过程当中 一个穿越下跌的 逆势走强的持续性板块 很明显 这当中前期的资金结构 铸就了这一波反弹的核心方向 那对于本轮酿酒板块当中的核心龙头 我在9月10号的节目当中 也跟大家去重点的讲解过 它当时在底部盘轮的时候 就已经多达17个亿的资金 在筑底过程当中 机构资金吸筹完成了 而酿酒板块这一轮的龙头 你可以看到 从底部的17号启动之后 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29% 可以讲很明显 能够在反弹路上 能够有延续性和空间性的核心参考方向 就是板块的启动要点 叠加上前期的资金行为 那酿酒板块今天已经是 阶段累计涨幅较大 而且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压力位 自然不建议在这个当中去过多的 存量资金追涨杀跌了 所以今天我会给你准备 下一个核心关注的启动要点 中药板块当中的 机构资金沉淀之后的 启动品种的名单 那你今天赶紧通过 散篮屏幕下方二码的方式 来领取下面这样一个资料 让自己的市值能够有机会 快速的上升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药板块目前突破的形态 来看下面一张PPT 我们可以看到 中药板块是在近阶段 持续低步盘整过程当中 有将决两个多月的时间 资金也是持续的净买入 那到今天为止你可以看到 正好是一根放量的阳线 吞噬掉了昨天 还有前一个交易 连续两天下跌的阴线 很明显 这是一个突破的信号 而且今天机构资金 是净买入超过约6点几个亿 那这也说明 在后面突破调整形态过程当中 能够有启动行为的 机构资金介入的就是中药板块当中的一些核心品种 所以今天给您整理的中药板块当中核心机构沉淀的内容 你可以一定要拿到手来好好的瞧一瞧 那最后我们再聊一下市场当中在下跌过后的核心启动的品种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经过前两天的持续下跌之后 我们观察到在今天市场反弹过程当中 有一些核心品种是修复了前两天的下跌 并且在经历过三个月的盘整之后 今天是出现了突破 机构资金在近一段时间当中是净买入了将近约8点一个亿 北向资金净买入了超过约5点一个亿 而且今天在一根阳线突破的过程当中 修复了前天的阴线 同时净买入了3.5个亿 很明显这是一个机构资金做多力量的行为 也告诉我们后期它的一个反弹预期 在逐步的增加过程当中 所以这些品种是值得去跟踪多加留意的 好的那今天的技术讲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欢迎回来 今天的一个市场的特点很明显 是缩量反弹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缩量反弹 做多还有没有余力 我们的投资者一定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我们稍时休息以后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投资者 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力气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选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免费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的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 空头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 提示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建行龙财富汇聚专业力量 建起金融连接 祝伟大理想实现 祝美好生活成真 建行龙财富与你共建财富理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微信零零看 次季度消费板块会否迎来趋势性的机会 分享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留言 从国庆长假的数据来看 旅游出行收入编辑向下 本地消费增长明显 电影票房免税销售表现亮眼 国庆期间白酒的需求同比去年稳中向上 食品板块的库存逐步进入到良性的区间 综合来看 随着消费行业政策和基本面三季报筑底 四季度消费板块将有不错的 估值性的性价比和配置价值 除了确定性和行业格局较好的白酒板块 还可以关注食品饮料板块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今天市场访谈了到底做多还有余力吗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认为有53% 看票数来看 不是很坚决 认为没有的有47% 第二个是对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徐史荣更高一些 我再来看看投资者的一个观点 第一位投资者说 市场今天的反弹核心还是在超跌 盘面上的白酒一枚板块继续反弹 券商股盘中也动了 从反弹力度来讲 因为成交量缩量 所以反弹也不会那么顺畅 所以放低预期从短期操作来说 反而要开始留意前期热门题材的超跌反弹机会了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现在找标的的最好的方法是借着三季报 找那些业绩明确 并且已经调整很久 跌无可跌的一个板块 技术图形上 最好是前期放量大跌 近期已经是阴跌缩量状态的个股 这是两位观众的一个看法 那咱们稍时休息以后 回到明日抢先报 从技术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今天缩量上涨的K线 到底如何来看 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 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 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案例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赵老师选策略就上九方之头 市场只跌其文反弹 在明天的操作当中 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哪些指标呢 马上跟随远见心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呢 上午是低开 围绕半年线和六四军线 进行了一个震荡 中午前一波拉伸开启了一个反弹 收了一个数量长下影的一个中央线 那从走势上来看呢 这里形成了两组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那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赵黎就是主张要反弹的 但是它上面呢 有一个什么一个缺口还存在 所以明后天这两天如果不能够补缺的话 那么对不起很有可能再度去考验下方的一个年限 所以明后两天这个缺口补补补补很关键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月转空周空日空的一个趋势应该要继续保持观望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3535到3589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那么今天呢是高开震荡 午后呢是再度冲高两波 尾盘呢是站上了短期均线组啊 这里五天十天二十天啊都站上了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大阳线 从它的一个结构来看呢 箱体的一个底部啊 应该还是比较扎实的 后市企稳成交量再度放大的话呢 将会攻击箱顶的位置 从趋势来看 月空周转多日转多的一个趋势 应该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175到3246 那有人说今天缩量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来看啊 美主阴线之后的一个阳线 它都是缩量的 所以就串业版而言 它的一个缩量无关它上涨不上涨 关键啊 箱底的一个形态比较稳固 有机会到箱顶去浏览一下啊 那么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息休息再回来 请出两位嘉宾来聊聊 接下来准备怎么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恰值一算 今日要高低 开火业 今日一开盘 莫洋董啊 因为你国的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力 求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好装修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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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装修的业主注意了 上海整装国庆大展 盛大来袭 国庆定装秋 过年住新家 设计师工全包含 家具家电 送不停 送两万人 全无设计费 送两万七千五百人 家具 全场任选 无门槛抵扣 送合同的新兴兑换礼 家电 造具 热水器任选 加码 再加码 付一千定金 可提一万合同款 千元下定 更有老凤翔999金条 免费拿回家 五大毫礼 均可叠加使用 仅限现在活动播出期间 要装修的你 还在等什么 赶紧拿起电话 拨打上海整装官方六线 400338338 400338338 了解国庆大展活动详情吧 好装修在上海 好装修在上海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 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 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心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这一刻是早上七点 我喜欢这种 快节奏 高效率的生活 老味道 新体验 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 放心一餐 精神一天 大家好 我是张瑶 上周给大家分享的 龙虎决心战法 相信很多朋友们 已经领取到了 并且运用到实际操作中了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非常有成就感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决心战法 继续分享给大家 之前错过的朋友们 就不要再犹豫了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来领取 龙虎决心战法 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榜数据 判断油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 可能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 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目前市场热点轮换较快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您通过龙虎榜 挖掘热门板块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油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 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第一财经有干多家年度投资峰会来了 带您前瞻2022年资本市场投资机会 展望2022资本市场新趋势 由首席策略师 四目冠军 基金经理等11位大咖 面对面为您解读资本市场热点政策 黄金赛道分析 投资机会预测 现场还将赠送价值688 精品课程以及配套工具 立即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报名峰会 把握财富的密码 好了 回到场地 我们先请出徐书龙来听听 徐书龙的看法 来 有请 我还是延续着对北乡资金的 因为我把我的机会 放在北乡资金进去最多的 但是它又是成本价的这一块 那么权重这一块 发现最近是银行保险 和电力行业进去的是比较多的 但是银行保险还没有完全控盘 但是体材方面 食品饮料跟软件服务 已经充分控盘 那么这两个板块 我觉得好好地把握一下 我会持续地跟踪 好 谢谢徐书龙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张略者 来 我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之前拿过这张图 那张图是CPI PPI跟社融的那张图 这张图看上去好像很容易上面 其实它是一张横跨 接近20年的一张图 所以实际上 我们图上面看上去很容易 实际上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说我们等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即便真的是出现一些变化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结构 它不是一个马上就要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也是等了很久 我看这波影是时间蛮久的 所以还是要有耐心 我自己不会特别急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月一个月 甚至一个季度 一个季度去验证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大胆假设 省心求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最起码 我觉得第一不是要看基本的 第一是要耐心 心态一定要 特别是在等这个上阵 上阵武林 包括价值的 价值反转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比较重要 欢迎光临 欢迎各位宝宝们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块残米 我客人非常地喜欢 关注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